咱们这个茶叶和其他的一些植物的叶片 其实有主要是三个区别 第一个区别的话是说 茶叶它本身这个叶片的背面 它是会有一些小小的绒毛的 这个在这上面可能比较清楚 这个牙头看的会比较清楚 所以我们在喝茶的时候 经常那个泡出来的茶 我们观察它的茶窗里面 会有一些白色的那种细小的悬浮 其实那是一个鲜的特征 它就是这个绒毛 那第二个特征呢 可能大家要仔细观察一下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叶片 它里边的话都是叶脉的对吧 我们首先有一只竹脉 然后旁边的话有侧脉 这个普通的一些其他的这些树叶 它们的这个侧脉直接就长到了 这个叶片的边缘了 而我们的茶叶呢 大家可以一块拿着再看一遍 它的话会在大概三分之二处 就是侧脉伸展到三分之二处 和上一条侧脉进行一个重叠 就是交织了 合并在一起 对 就会像一张网一样 它是编在一起的 对 还有一个第三个区别 第三个区别的话 就是说它叶片周围的话 会有一些小小的锯齿 那么这个锯齿 它其实是有一个具体数量的 王院长 12到36对之间 通常会在12到36对之间 这么默契吗 你们俩 这就是来自于平茶区的基本功 真的会有人去试这个 对 因为做研究的时候会试 我想问一下 所以是茶叶的话都是有这几个道理 是这样的 于哥 你这个问题不能特别好 只要是茶叶的话都会具备这些特征 但是具备其中一个特征的话 它就不一定是茶叶 换句话说 只要这个植物它是具备这几个特征 它就可以拿来一杯制成茶 拿来泡 从植物属性来讲的话 它是茶的这种植物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不同家物品 把它做成不同的茶 它是百分之百是茶 还是是茶的概率很高 是茶 是茶 是吧 都能喝 对 因为我们刚刚有小伙伴聊到 就是我觉得它能泡 它能泡出植物的味道 那它就是茶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概念 就是茶和带茶饮之间的关系 对 当我们说这个叶子满足 我们刚才说的三个条件的时候 那它就是茶 它做出来是茶叶的成品 我们可以喝 那还有很多像 比如说刚才提到大麦茶 然后苦丁茶 包括这两年非常火的叫藤茶 就是有点像张枯的草 但是你放在水里 它又会焕发新生的感觉 那这些呢 其实都是带茶饮 折茶也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也很好喝 但它不是植物学上认证的茶叶 哦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